西班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 它绚烂华丽 它浪漫雄奇 它热情似火 西班牙的艺术是一曲绚烂华丽的狂想曲 万年前洞穴中低吼的野牛 两千年前横跨山间雄伟的高架云水渠 一千年前 穆斯林在马蹄窗上留下复杂精致的楼花 五百年前文艺复兴时 宫廷画家笔下奢华的贵族肖像 两百年前 驰木的帝国催生了一批更加关注人民的艺术家 一百年前 这个神奇的国家再度涌现出一群天马行空的天才 高迪上帝的建筑师和他光怪陆离的圣家堂 毕加索最会讲故事的画家 和他饱含民族血泪的格尔尼卡 达利现代艺术伟才和他亲手设计 新奇古怪的艺术城堡 我想亲自踏上这个国度 去了解是怎样的文化土壤 才能谱写出这样绚烂华丽的艺术狂乡曲 西班牙的历史是一群浪漫雄奇的狂乡曲 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文明曙光出现后 这片土地上先后经历了罗马帝国的征服 西哥特人的入侵 摩尔人的统治等分杂的历史事件后 西班牙终于迎来了它最辉煌的瞬间 大航海时代 1492年在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伊时的支持下 哥伦布率领着三艘船只扬帆起航 浩浩荡荡的向西进发 在那个时代 人们对未知的海洋充满了好奇与恐惧 而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 面临的除了惊涛骇浪 还有船只的损坏 食物的短缺 疾病的发生以及土著人的袭击 这一切都让他们的旅程充满了未知和危险 但最终他们还是以无与伦比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 一一克服了这些困难 揭开了未知世界的神秘面纱 开启了人类的大航海时代 同时也催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日布洛帝国 就是我们说的西班牙帝国 而如今我们还能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大教堂 仰望恢弘无比的四王台关青铜雕像 组成现代西班牙的四个古国 卡斯蒂利亚 莱昂 阿拉贡和拉瓦拉 一起簇拥着哥伦布的灵鹫 这不仅仅是一次远航探险 更代表着人类开拓世界探索未知的浪漫情怀 西班牙的文化是一曲热情似火的狂想曲 当你来到西班牙 你会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充满着活力和激情 西班牙人的灵魂深处 蕴藏着对生活的热爱 除了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和悠久厚重的历史 生活的美妙还散落在西班牙的每一处街头巷尾 从街道到广场 从市场到海滩 在火热的富兰蒙古舞蹈中 在热烈的斗牛场上 在激情的足球里 西班牙的热烈永不熄灭 在西班牙生活就是一场不休的庆典 西班牙人懂得享受生活 而我们也会走入其中 你会陶醉于地中海的宁静和美丽 回味风车小镇 唐吉赫德的骑士精神 三密Gear大市场的摊贩们 也会捧出珍贵的美食 你也能在火腿博物馆 品尝伊比利亚火腿的独特风味 还有海鲜饭 雪鱼餐 烤乳猪等等 这一切都是我们能品味的西班牙 艺术 历史 文化 这些是华蜂带来的不同乐章 欢迎你和华蜂一起去聆听这首 绚烂华丽 纳漫雄奇 热情似火的 西班牙狂乡曲 Bienvenido a España 欢迎来到西班牙 中文字幕和文字幕 文字幕 文字幕 李宗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